听说念阿弥陀佛 就好比这家里人要死了送终的了 所以认为这是最不吉祥的一句话 大家不能接受 可是我们还是听了 提醒我们要告诉他 佛是什么意思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他搞清楚搞明白了 就不至于再有这个误会了 佛给这些人解释 要用最方便的办法 讲三种治三种就太麻烦 他听不懂 真的不是假的 现在人喜欢什么 喜欢佛报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有福 也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没智慧 他知道没智慧是愚痴 没有佛报是贫苦 这是他迫切 那我们就用这个师父 归一佛二足尊 这个二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佛德 第二个是智慧 那就是你所求的 足是什么意思呢 足是满足了 你对于佛报也满足了 对于智慧也满足了 这个好啊 换一句话 足就是圆满的意思 智慧圆满 佛报圆满 哦 原来佛是这个意思 那你不要佛 原理佛把佛丢掉 那你就是不要佛报 不要佛报就平静 不要智慧就愚痴 那你又不肯干了 不肯干怎么办呢 要把佛端起来 好好的学佛 你就得圆满的佛报 圆满的智慧 这个他听得懂 他很喜欢听 所以戒因大众 要应激说法 他是什么样的根基 你就给他讲什么 如果他是科学家 就用科学给他讲 他是哲学家 咱就用哲学给他讲 容易解释我 那佛是圆满的能力 道德 因果 这学 科学 全包括了 佛经讲些什么 鬼拿起来 就是这武装大使 武门 能力 道德 因果 这是佛的 普世教育 也就是说 人人都应该要学 你学了他 得什么好处 第一个 身心清净 健康 幸福 佛教给我们这些 教导你家庭 和喜 家后万事行 你有幸福 美满的家庭 有一番丰盛的事业 有享和的社会 有太平的世界 佛教的就是这些 讲的也是这些